过去那三年确实是挺艰难 让大家很不方便 大家真的缺少了很多乐趣 那么这一次我们已经等待了那么久 我是个人是非常期待的 打笔的精神就是像人生一样 就是永远向前 奋斗心 我觉得也是真正是 做人必须要保持着这种心态吧 人生那么短暂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一个未来 但是你要保持着永远向前 然后永远迈进 这个才可以让我们活得有意义 然后我也相信 这个打笔大赛了 是香港的盛事 那么我非常期待那一天 共同的跟大家一起去参与 然后共同的去选择 电影就是创造一个梦 那么我过往 基本上我所有的角色都是演一个这个梦里面的一个英雄人物 很多角色都可以代表勇士的 当然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叶文的角色 但是其他我拍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具备了这个勇士的人物的性格 好像最近我拍那个《调宫传》演这个《调宫传》也完全就是非常好的代表勇士的那个描述 其实每个岗位都很重要的 就看你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 如果你把这个要求 确定在一个天花板 那么那个岗位就会成为你要追求的一种天花板的难度 就看你个人的追求 你要追求完美 那么自然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如果你达到这个要求 带来就是那种冠军的满足感 就好像我们打笔的那个冠军 必然有一个非常完美非常完满的一个感受 虽然是不同的行业 我觉得也是相通的 意义是相通的 理论也是相通的 人生就往前迈进嘛 就跟打笔一样 电影也是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状态 我也不会停留在 比如说大家很喜欢《夜温》 我拍《夜温》拍了12年打造了《四谷的夜温》 那么大家都对这个《夜温》的系列很肯定 但是我不会还在那个光环底下 我永远告诉自己 就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新的终点让我去很努力地去冲过去 2023 BMW Hong Kong Derby March 19 March 19